继续讲 所以这些知识 我们一定会知道那些佛狗徒 一定会名尽言顺 怕你吃素就吃清净素 就没有吃那么多动物的味道 所以那些不明白的人就这样做 有时有些素食馆的人 跟他开玩笑 他介绍我吃 有什么菜 又奶又蝦 我说你蝦新鲜不新鲜 你的耳朵是新鲜的 新鲜的 我说你哪里捉回来的 开玩笑 你哪里捉回来的 我们自己做的 所以说 我说以前的做 不是粥的 你可以做的 是以出来的吗 所以说有些人颠倒 所以有些佛狗徒 就这么颠倒 有什么办法 还做不像模像样 吃素就吃素 做不像动物 我一样 我一世间喜欢这样吃 是不是这样吃 我都怀疑 到底不知道有没有参加肉 下去 有些修食馆 有些徐司 根本不懂得做齋菜 你知道吗 有些是只做海鲜店 现在轨行过来 你知道吗 真是参加肉 让你吃 你知道吗 真的 我没关系 有些是这样做 你说 我不参加肉 哪里像味道 你哪里吃到那么好味 我就加了料 你不吃肉 你吃汤 你知道吗 你吃的就是你 如果鱼 真的捏到碎碎 参加了气 那吃得那么像 当然像 所以说 有时候你想吃清淨的 那些人 经常做到这样 污足的食物 所以我不喜欢吃剂料 成品的食物 我绝对不吃 我最多是吃青菜 青菜 丑青菜 就安全得到 你说 吃什么的成品 真的有 所以说 你吃得更加清淨 照道理来说 连蛋都不可以吃 因为蛋也是属于有血性 如果说清淨 如果说清淨 来说 吃得更加清淨 连蛋都不吃 所以这些就叫清淨之食物 如果不是 就是 污足的 不淨之食 所以如果有位者 以够 不精勤 精勤就是说 你不精心 就是不细心 不勤力气 你怎么做 所以这个道理 我知道 因为他们不懂三宝 就是不懂法法 没有人教 没有真正的神知识教 所以明过之后 已经死了之后 事人明中之后 如果父母兄弟 亲属 乃乃自知识 唯其修福 七分之中 其得到一分 所以我们一定知道 我们不懂做 就是拜访 请教别人 如何来做 望者正如得福 如果您不懂三宝 谁自己意思来做 做错 反而福也得不到 所以事故的长者 如果父母有罪 虽在地狱 如果我们的父母 已经堕落在地狱 或者在饿鬼之中 你如果照这样二理而法 来帮其共佛共争 其就能够受罪 轻者 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 有修福的原因 其因缘 其能够七分 莫得一分 所以这里就是说明 上个阳世之人 这样就继续说 所以这些知识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些佛狗徒 一定是明尽言纯 怕有你吃素 就吃清净素 就没有吃那么多动物的名字 所以那些不明白的人 就这样做 有时候和数据馆的人 和他们开玩笑 我说那些蝦新鲜不新鲜 你的耳朵是新鲜的 新鲜的 我说你哪里捉回来的 他开玩笑 你哪里捉 我们自己做的 我说你的耳朵是自己做的 你能做的 你能做的 是一种耳朵吗 所以说有些人颠倒 所以有些佛教徒 就是这样颠倒 有什么办法 还整理像模像样 吃素就吃素 整理像动物的 一模一样 我一世间人喜欢这样吃 是否这样吃 我都怀疑 到底不知道有没有参与肉 就是这样做 你说我不参与哪里似味道 你们哪里吃到那么好味 我就加了料 你不吃肉 你吃汤 你知道吗 你吃的就是你的 那些耳朵 真的捏到碎碎 参与肉 你吃的为什么这么刺 当然是刺 所以说有时 你想吃清淨的 那些人 会做这样的污浊的食物 所以我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剂料 成品的食物 我绝对不吃 我最喜欢吃青菜 青菜丑青菜 就安全得到 如果吃的成品 真的有 所以说你吃得更加清淨 照道理来说 连蛋都不可以吃 因为蛋也是属于有血性 如果说清淨来说 吃得更加清淨的 连蛋都不吃 所以这些就叫清淨的食物 如果不是 就是 污浊的 不淨之食 所以如果有伟者 以强 不精勤 精勤就是说 你不精心 就是不细心 不勤力气 如何做 所以这个道理 我知道 因为他们不懂三宝 就是不懂法法 没有人教 没有真正的神知识 来教 所以明过之后 已经死了之后 事人明中之后 如果父母兄弟 亲属 乃治的知识 为其修复 七分之中 他得到一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不懂做 就是拜访 说一下别人 请教别人 如何来做 望者 正能够得福 如果你不懂三宝 谁自己意思来做 做错 反而福也得不到 所以事故的长者 如果父母有罪 须在地狱 如果我们的父母 已经堕落在地狱 或者在恶鬼之中 如果以理而法 来帮其共佛共争 便能够受罪 轻者 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 有修复的原因 其因缘 岂能够七分 获得一分 所以这里就是说明 上讲 阳世之人 阳间世间的人 为亡者 舍齋修复 如果未共先尚未到 以及所欠之食 而由不精勤扶淨 对七对明中的人 完全是不得力 不得到的力 意思是我们便知道 在世间的人 世间的人 阳间的子孙与女 如果要做 要做 设斋供养 供佛 共争修复 你未共先吃 前面说 有偉者 而有偉者 便相反了 你未共先吃 你所欠之食物 如果自己又不细心 你负证 负证是 如何保护食物 是干净的 你想保护食物是干净的 你一定很细心 很劲力 去研究 去照顾 你共度便有福 对望者便能得益 所以说 七分得一分 你有明白 七分得一分是如何解释 如果按照角度来说 做七次 你得一次 六次便归 那一次归往者 如果 如果共出街人 共争 共七位 一分出街人 共七位出街人 那六位的共争 你得 其中一分是 互佛者得 总之共什么都是七次 读经 诵经都一样 我们读七部 诵七部经 望者得一部 六部归生者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七分获得一分 其如果能够获得一分 共三宝其地狱的罪 或许恶鬼之中的罪 它就会受轻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明中之日 你努力为它做来说 它的罪恶就会慢慢渐渐渐渐渐消 它就慢慢慢慢超升 在地狱度超生到许恶鬼度 许恶鬼度超生在畜生度 出生度超生在人度 人度超生在天度 一直超自上 所以在七、四、九日内 这段时间一定很劲力地跟他做 所以做乙女 一定会知道原因的道理 这样做你就得益 如果又不精勤负淨 七对明中人完全不得其力 如果你不细心 你负淨 完全不得到其力 得不到这个利益 如果能够精勤 你负淨 你负淨 先奉献佛生 七名中人 七分功德 只得其一二 所以阳世 代为释福 之人 凡其得六也 所以说 这段说明和前面所说的道理一样 在生之前自己收 所有归你 如果死了之后 正等于仪女 来和你做 就亏大本 就算用你的资产 你留下的财产 来帮你做 你也是六分 第一分 如果有仪女肯做 有诚智识教 你就得益 如果没有诚智识教 就连禁做 你更惨 增加罪业 一般世间不懂得三宝的人 你知怎样做 在你这段时间 是你议典一组 不是共三宝 实生食欲 来给你 增加你的罪业 我前面说过 希望大家记得 所以如果子女知道 识请三宝 请佛教教你 佛教我们的提唱 主张就是 首先 你们做家属的 做儿女的 能够七七四十九日 里面吃素 四十九日就最好不过 意思说 如果全家人 能够吃素 用素的 来拜祭 亡者 七分功德得一分 如果你能够吃足七四十九日 亡者得到七分 你知道吗 得到七分功德 福德器就能够超升 你知道吗 因为这四十九日里面 你没有实生 没有吃众生育 你免了很多实生的罪业 你知道吗 最低限度 你免了四十九日 没有杀生了 没有吃众生育 你主要是四十九日 如何够了多少条命 你知道吗 如果你吃足四十九日 你以为吃了多少条命 你知道吗 道理就是这样 如果全家大小 全部都是吃素 吃四十九日 你以为亡者多大得业 你知道吗 你不要少看吃素 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 所以说 舍齿共福 是重福 你一定要知道 不单止是共佛共争 自己还能够以法来吃素 更加好 如果加上吃素 又加上念佛 读经的功德 为亡者做 亡者超生的机会 非常之高 无论他认识 做了有多重的罪业 如果移类的亲属骨肉 能够为他做 他肯定会脱离 饿鬼道 地狱道 肯定最低限度 做人或顺天 超度就是这样 请人来做 不如自己做 所以我们做仪女 一定要尽责任 很小心做 所以经语一定要听 所以我们教你们 教你们是这样做 但很多移类 不行 不肯 不肯 不肯自己吃素 四十九日 我又不是说 吃死一世人 吃四十九日 一个多月都没办法吃 所以有些人说 无欲不欢 一日无欲不得过日子 吃不下 这些根本没有孝心 根本就不会跟父母做 以为叫你吃四十九日 就牺牲得很大 吃少了几只 好像吃少过人 所以现在是疑似颠倒下 那就好了 如果是不能够吃素 家属不肯吃素 最低限度 不要杀身来拜望者 就好了 如果你自己吃不到 没想到是你个人的事 本来应该 照道理的规矩 照直律经说 我们的亲属过身座 父母过身 儿女是持齋戒 齋戒就是守五戒 不实身 齋戒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清静 以四十九日 夫妻不去同房 本来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在扮喪事 不是扮起事 齋戒就是这样的 如果儿女能够持齋戒 这段时间 亡者肯定得福 或者是参加精进佛七念佛 也好 亡者将那些念佛 持齋戒功德 去回向亡者 或者是受八军齋戒七日 亡者都会得福 借戒至三宝力量的福 亡者超生机率非常高 如果有儿女肯为他做 亡者有福 所以我经常说 儿女来信佛 亡者家属的父母就有福 信佛的佛大子 归了三宝 他有来听经 有来学 多多少少都知道 应该什么可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 如果儿女不信佛 不归三宝 不听经 他不知 就一定照着世间的风诵 练禁造 就害你 告诉你 所以你们能够鼓励 你的儿女来学佛 信佛 你就有福 其实不会害你 最低限度不害你 否则就落井下石 怕你死得不够快 落岛不够深 罪业不够重 加些给你 那你就知道生到什么 生到嫌不妻 不要怪人 否则 你的家属 如果全是基督教徒 不信 你自己好自为之 我走得快 好世界 如果你随便 等你超讨 你死了 你不用想 上也不用上 因为基督教徒 绝对不向你送这些 华知你 人死了一了百了 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这样的事 死到临头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事 世间如此疑似 看不到 我们今天照着佛经所说 全是事实 我不会打妄议来欺骗你 很多人不知道 人死后 我如何为他做 所以 齋戒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的仪里 哪里跟你说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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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烧烟 喝啤酒 唱卡拉OK 杀身 杀身 赌钱 跟你齋戒 你齋戒 我便不跟你说齋戒 我碰过 我看过很多 如果你请道教 你更加不用说齋 你知道人家那只齋是什么齋 打齋 打齋 是什么齋 打齋 打齋头 打齋头 还在批杀 烧烟 还在命牌 打麻将 十三章 全部离开 撕了就想 三轮车 跑得快 生命了 刘太太 不停念 念什么经 念些经 念十三章 以前我还没出家之前 那些奇怪的流氓佬和我一起赌钱 导演讲 等着上堂 去念经 我们连连下 咦 为什么连那三轮车 很奇怪 那时我很百艳 很痛苦 但是 去念半个小时便落货 又接着我来到 我便去看看经典有没有三轮车 没有 经典有没有护舍 为什么刚才念出来 可能刚才赌钱 撕了 经常想到 舌头说就说出来 什么齋 我不是讽刺别人 是说事实 那忙者可以超生 你想想 你想想 超生 齋就是我自己本身 我帮你做的人 一定我齋界清静 你崇经 只有功德 望者 只能够尖到这个福 他本身都不持齋界 你每天帮你念齋就持齋 打齋来帮你念齋 那叫齋 你弄错了 所以你又懂得齋字 齋是清心的意思 是慈戒的意思 不是念禁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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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持齋 他一样没有吃齋 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 放工了 约定了 卡拉机 抢两手 和你齋 你真傻 所以说佛教你不爱 请好好的好的 你不爱 我们佛教如何叉 都不会叉到哪里去 不是说我是佛 我是宿家人 赞赞自己 我们佛教如何叉一部 金刚经也好 阿弥陀经也好 或者地藏菩萨本言经也好 都是一样得益 这些是正法 最低行道 只要连一部正确的经给你 所以你就明白 我们懂得 如何为亡者做 所以现在有时候 看到的社会上 搞到奇奇怪怪出来 表面上为亡者做 其实不知是为何人来做 你想想清楚点 这个问题 有时我曾经有一次 我去到香村 有一个小佛 母亲过世了 请过去帮他诵经 我带下那帮信徒 说完经理会给他诵经 诵完经 他便叫我不要走那么快 都想送我吗 想捉一对鸭 师傅就一定跟他拿一对鸭翻起 我说我捉一对鸭干什么 你说我们的乡下的规矩 我说我家又不用鸭 你捉一对鸭给我干什么 再生一对 我们这里 无论请什么人来和想就好 打一对鸭一定会拿鸭回来 你想想怎样做鸭 我吃素的 吃素还吃鸭 你不对 所以鸭给我 我都无我类何 我走死无命 所以有时 世间不听经 无人发发就这么颠倒 所以这些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你们一定跟亡者做 分析清楚 怎样叫得益 什么叫不得益 今晚我不是有意讽刺别人 又不是批评别人 是为亡者作想在这里 所以有些人做这一行的 听到不舒服 我都没办法 所以我就被人生气得不得了 我十几年前 有很多临学老厄都生气得不得了 争论不打我 好像倒闭 我照经典说 我是不怕死的 我不说就对不起你们 说了就对不起企地 所以很难做人 不知怎样好 所以这些道理一定要懂 为父母如何来做 不可以连这样做 它应该做什么事情 为亡者证得福 我大概这样说 供父母 就一定是带素食 就算是假的 应该酱也好 全部材料做 最低限都没有收拾 就算派卡也好 比派真的好 第二 如果能够将亡者剩下的资产 供养三宝就最好 供法或印佛杖 供法 印经诗 印经碟 港经的碟 纲碟 供生 供用出家人 食物就好 这些供用三宝功德 会向亡者 其宜是 放生 收桥补路 救济平民 救灾救难 孤儿 老人院 这些做社会有公益的 亡者也有神的福 亡者也有七分之争 都可以得一分 如果不断地在私入交易里面 尽量帮他做 亡者就算有罪 慢慢都会感兴 到时间了 他就能够超生 如果早日做 做到福德更加大 亡者就早日超生 这就叫做以理而发 如果做那些不停洗的 只要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 亡者反而不得益 你烧一堂飞机 不少钱 烧一堂船 烧很多钱比起 金身 硬身 烧这么多钱比起 未必得益 如果烧得太有钱比起 他不肯超生 你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 烧了这么多钱财 几百万 几百亿 金这么多 银这么多 你要烧多几粒手榴弹 机关枪 长枪也有 点枪也有 没有那些贼来抢 你爸做惨 你烧了几粒 叫他自己捏过 你来抢我就打你 你看看 你们身上有钱 如果没有东西防身 那些刹就抢 知道吗 阳家也是抢 阴家一样抢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不信这些 不思虚 穷贵 你来信这些教的 信道教就是很负 那这些穷的 是否打你主意 如果你不烧两枝枪给器 如果信这些教的 导师来抢你才怎么够 被你抢了 因为你爸老七到八十 抖不过这些东西 你抖不过的 你一个怎么对得过 对不符不到 所以我教你 烧这些给器 可能明年就出了新品 就由这些东西走出来了 我说师傅 高楼才对 这些多个行业 所以你想帮忙者做 应该做什么 世界就这么颠倒 烧大屋 烧大车 弄个罗斯兰 冰市 给你坐 电视机 写柜 冷气机 下面都怕冷的 你知道吗 怕热 你都没有看过 还有很多全餐都有 美金 现在很多烧美金 你没见过烧马币都有 全部假的 所以你以为做功德 就算你消了多少 没有 这些都没有得益 你知不知道 增加是做鬼有份 你不用执毛的消生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 我再看下一点 事故长者 人否众生 若能为其父母乃至见属 命中之后 色灾供养至心 勤恳如是之能 存亡获利 这些东西 最后总结 总结是存亡获得利益 事故长者 就是因为这些品 就是大便长者 起请的 建文地藏菩萨 亡者死了之后 这段时间 如何为其做 地藏菩萨为其解释 我讲解释 事故长者 厌复众生 厌复提众生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 沙婆世的众生 若能为父母 为其父母 或者亲属等等 命中之后 做种福业 尼为其做种种福气事业 来修涉一个齿怨 来说 扮共争 这些宴席 来供养三宝 仪法尼为其这样做 是精勤 负正 就是好自身 很真诚的心 很劲力 还是很肯扯 这样 如是如知人 如果是这样的人 来做 即是说自己得到 寻 就是生者得到 忘 就是忘者 都能够获得利益 最重要是自身 真诚心 很劲力 很肯扯 即是如法 来唯其做 这样 亡者得益 生者也得益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 每一个人的家属 亦有父母 都会过世 过世了 我们应该如何为其族 所以我一定懂得明白这个道理 亡者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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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间的儿女得益 亡间的亡者得益 亡间的亡者得益 亡者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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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一生超生的希望 如果自己生前做了那么多恶 儿女又不懂得这样愚法 愚女愚法你和他做 肯定会增加你的业惑 所以你受的痛苦更加重 所以这些无论你有宗教没有宗教思想 都是一样的 如果有宗教思想就知道应该怎样做 就看你信什么教 所以我们佛教会讲得很详细 讲得很明白很清楚让你知道怎样做 意思是什么应该 什么不应该 所以钱 爱做 做得有价值 有意义 死人一次就要花很多钱 但应该怎样做呢 我们一定会有理智 所以有些人说 广东律佛教好像一点都没有价值 他就说人死了 又没有车 又没有屋 又没有消炎宝 又没有消钱 什么都没有 我爸爸到底怎样做呢 他以为我消炎宝这些代表他 是愚法 是应该的 我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做下来的 现在不做好像他过意不起 他被人笑 被人说 但是他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是爱其伯父超生上天堂 或者来世大虎大鬼 其实他就想着做鬼做鬼做鬼有钱用 就是这样 那佛教什么都没有做 就好像不应该 他不知道后面的是什么 所以代代相传 我曾经也说过 这些 是以前 中国流传下来的 旧时的时代 因为以前是用真人真事来陪葬 皇帝死的时代是真人真事陪葬 你知道吗 那是中国的有钱人 以前 清朝好 明朝好 宋朝好 真金白银是陪葬的 你知道吗 另外古董物是陪葬的 那些物质拿来浪费了 你知道吗 在葬地下 你看 以前的皇帝死一次 那几多拿去陪葬 你知道吗 拿人去陪葬 你知道吗 历史上是真的有这样记载 不是假的 皇帝死 服侍戏的那些婢女 奴隶 那些奴隶 全部一样跟着自己死 你知道吗 一切进去地下葬 当时你一个人死亡 那么多陪子 多热闹 你知道吗 是这样的 当时没有佛教 佛教前来中国了 正知道这样 是很折道 很大罪孽 所以正改 正改不容 真人真物来陪葬 所以 想出了这个 用指责的方式 那时 那时很新鲜 为了 不会被人说 流传到今天 就变成了一个行业 大家不明白 为什么会做出这些 紙责的东西 当时是为了应付 那时时代的人 现在就变成了 迷信 所以那些纸 都是做纸发明的人 整出来的 就来骗人 所以那些死亡落地狱 你知道吗 很多人不看历史 不是研究 不知道 以前的人 没有受教育 你还不贵得起 因为那些资讯 通讯 很落后 以前在古老的东西 很少听到 正确的道理 一代一代的钱 你不贵得起 现在 资讯那么发达 大家都受教育 读那么多诗 难道还做那么笨的事情吗 你以为你们全读师 就像你 你阿婆 你阿公那代 古老头来 所以说 食古不化 老人家吃了古来的肚 发不发 吞了下古来的化 不化 你们跟着吞 看你发不发 那就是食古不化 你阿公你阿婆那是傻 你这代跟着傻吗 人家这样傻自理 你竟然傻自理 一代不离一代 这样傻乎 所以我看到你们亲日焉网 今天就说一句真话 这些对亡者是绝对不得益的 我跟他们说 生死的亡者不得益 不是说死了做鬼的不得益 搞错了 你也懂得听好一些 跟我讲经 如果你希望你爸爸妈妈去做鬼 你就继续做不起 要不然做穷鬼事 没有人找我算账 我就死了 我说给你 意思是我断裂财劳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想去做鬼 这些鬼的事就不要做不起 我们说 如果做人的疑虑 就算不能够帮他超新到极乐世界 最低限度叫上天 你知道吗 享天佛 如果你爸爸妈妈真的上天 享天佛 还爱这些假的事 你骗气吗 上面自己的宫典 真知骂老 来享受 我说 难道吃完这些假的东西 用这些假的东西 如果真是用真的 你捨得吗 你现在不捨得 所以你颠倒 怎样颠倒 死人用过的 你套车都会丢掉了 你爸爸挣钱就不拿掉了 你大过今年就不丢掉 你大过今年就不丢掉 你弄枕头啊 胭肉也丢了 是那些丢了 有时你问我 什么 你说 死人用过的就丢了 我说 生前这桶车不是你爸爸拿过的 你又拿过的 生前那些钱不是你爸爸拿过的吗 不是你爸爸赚回来的吗 为什么你不丢掉 又不可以赔了 有给你十元 十元 十元 十元拿着 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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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就是你自己拿 有啊 又真的给钱了 所以有时 说到疑虑真是颠倒 你有听过吗 以前我说过 给你听 一个儿子 台湾发生的事情 三个儿子 都为了敲伯爸爸 真是用真钱配葬 你知道吗 未入念之前 爸爸在棺材里面 一个手 一个大儿子给 十万 十万台牌 绑着用手 给他拿着 有个儿子 说大哥给那么多钱 我不得 不私得 我又给十万 拿着左手 大三个儿子 又看两个儿子都给那么多钱 爸爸那么厚 我又给了十万 十万两个手拿着 放在心口 就是这样的日子 亲戚朋友来看 来占养的遗用 这三十万 这么多钱 摆满了整个棺材 大家说 三个儿子这么厚 突然死了 三十万 赢了很多钱 亲戚朋友来看 这三个儿子真是厚 一人给十万 三十万 都说 要盖上盖 盖上盖 叫棺材 说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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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我们各人 拿回各人的 各人给你十万 十万 各人拿回各人 不骗你爸爸 让你爽一下 你真是三十万 真钱都给你陪葬 是傻的 死了 还这么厚气 你知不知道 现在世界儿女就这么颠道 以为真钱给你 你就开胃 烧假 给你就有份 所以现在儿女就这样 我们说 现在人是颠道 所以如果你真是有智慧 自己为自己生前修福 就不要扣儿女 如果儿女不信 这样做的人 我看自己好自为之 我还没听 所以做福业是真的可以帮到你 自己修 自己可以 等儿女跟你修 未必可以 如果儿女有学佛 明白佛教的道理 照着佛经常有儿女仪法来帮你做 你反而还有一线很大的希望 如果做错了 就很大的罪过 你不得 反而有罪过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会知道 什么应该 什么不应该 这里讲到最后一段了 说是以时 道理天宫有千万亿纳由他 言辅鬼神 释发无量菩提之心 这里有点 这里我讲完了 在《寻文品》 《寻望品》这段 就讲完了 说是义事 就是说这些鬼神 大家都发心 说完了这句话的时候 即是说地藏菩萨 说完了 寻望利益 获得利益 说话的时候 最集的是 都理天宫的法会里面的鬼神 有无量无数 这么多 但是 言辅提的鬼神 就有千万亿纳由他 这些千万亿纳由他鬼神 都是在都理天宫的法会 听闻地藏菩萨说完了 寻望获得利益 说完了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发了无量菩提心 这些鬼也会发出很大的菩提心 何故鬼神能够自此来发心 就是说 上面祭事这些鬼神 拜祭 这些鬼神是无益的 徒的自令 令人在作业 鬼神也有善良的 听了地藏菩萨说了这些话之后 大家也觉得很惭愧 很羞耻 所以就发了菩提心 事故发心为父佛的鬼神 所以他们就发了心做父法 所以鬼神得自己能够发心 所以佛以地藏菩萨 地藏之教之发心 所以你就知道 所以我们问鬼神自己也会发心 佛以地藏菩萨之发心 什么原因 问这些问题 自他共利皆不可 但是感应道交 以论发心意 意思说 听得明白 这些世间炎附体的鬼神 都会发心 所以我告诉你 讲地藏经是最大的利益 这些鬼神众 获得利益最大 叫做佣父 法会是很殊性的 当年佛在《刀烈天弓》 讲这个法会的时候 讲地藏菩萨法院经 都有千万亿 这么多鬼神来听 乃至还有我们世间鬼神都会听 就算今天我们在这里 每个星期 在这里讲的地藏菩萨法院经 一切鬼神都会来听 听得明白 岂多能够发出菩萨心 所以你别以为鬼是恶的 鬼也有很多人很善良的 你知道吗 恶的都有 就等于好像我们世间 有善人有恶人 一样 鬼也是属于一样 有善鬼有恶鬼 问题是轻重来说的 大恶的现在就在地狱受苦 未出得来 小恶的就在阳间 所以鬼也有善良的 会扶持人 正所谓 如今思想说一句 物以类罪 就是说 善会同善的罪在一起 恶的就肯定有恶的罪在一起 所以地狱经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你是恶的众生 一定有恶鬼跟你做朋友 其实是鼓励你 不断做恶 不断犯罪 将你的风 损失了 第二天你死了 就落地狱 就是这些恶鬼 做你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善的 好肯去学 去收 归三宝 那就是做慈善 自然有些善鬼 不断跟你一起 鼓励你 你做善越做越开心 第二天你福报 就能够升到上天上 向天福 所以说 善有善人的朋友 鬼道都一样 告诉你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作恶的人是怎样 雖然现在杀人放火 好像法律捉不到 你放心 世间的阳间的法 法律捉不到你 法律捉不到你 阴间那里就肯着等着你了 你走不掉了 正所谓 善有善报 恶若恶报 就是时间未到的 迟早的问题 你放心 你叫他鼓励 继续做多些 我前面说的地狱 就是这些恶鬼 特意让你早日落地狱 鼓励你不断的犯罪 中国人说 上得山多就忠而苦 迟早的问题 你不用可惜 你又不用说 叹气的 好像不应该 杨根的法律不明白 阴根的法律 是很清楚的 你知道吗 一思一毫都没得走 所以佛教说 因果你又相信 不信的 你就看 后果如何 你又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这些鬼 都会发心 你看 我们如果懂得听经的人 听到这一段经文 这些鬼神都会发无量菩提之心 那我们人 如果不发心 你修行 你很好学 行善积德 我说你做人都不宜做鬼就好 人是鬼都会发心 人都不会发心 你想想 你都比不上那只鬼 真的 不是说师父都看不起你人 很多人不明白 对鬼好像很害怕 对鬼好像很害怕 其实鬼有什么很害怕 我说我们已经跟鬼做朋友 都没有跟人同朋友 真的 人会害你 你知道害到你半 鸡毛鸭血都不知道死 鬼也不会害你 我说鬼很有信用 他答应你的事 就做给你的 他答应了 就满着我们的人 心良意 口就答应你 后面就刺你一刀 告诉你 有人比鬼更恐怖 你知不知道 你没有 画得漂亮 我说今年大佬大大跳 这些是凤德人害怕 鬼虽然有眼神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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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楚 但他没有那么害怕 你知道吗 还好 你知道吗 所以人心 还有人惊 我说 为什么人会惊鬼 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 心术不淨 你心术不淨是 有些人会害怕鬼 有些人终极心术正的人 鬼会扶持你 会恭敬你 会拥护你 告诉你 心术不正就会害怕鬼 为什么会害怕鬼? 因为看电影看得多 被电影搞到 因为你看到鬼是害人的 不是每一只鬼都会害人 因为生前 这个人害死期 所以说他有报复 他有怨 他有报复 所以他有报复 他肯定会找你算账 找到你 这样他就不放过你 就等时间 如果你有很大的腹部 还有很大的腹部 他未能下手 他就跟着你 你不收 你继续慢慢作业 作业 你的腹部是有机可乘 然后他就来吓你 蒙中 或者显灵 让你见到很恐怖 为什么? 首先要吓你 显到恐怖鬼的样子 来吓你 一吓你 你就失去精神 所以精神一失去了 慢慢 他就有机可乘 心一弱 就来了 就让你生病了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天天就显这种状态 吓到你半死 到处后 死了 是被吓死的 我说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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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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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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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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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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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